照明 省電燈泡比LED燈泡更省嗎 這太簡單了吧 跟LED燈泡 一定的吧 既然他都叫省電燈泡了 只有三位是舉... 他那時就已經寫 很好替他校園擔心 LED的不是更省嗎 這個LED問你 就知道因為憲哥在做嗎 憲哥也是 對,這種差 他就是做LED嘛 對 他為什麼想做LED 就是想要取代 而且LED它的壽命 是可以用得很久 而且很長 所以說幾乎你現在來看 所有的裝潢新家什麼 幾乎沒有人在用 而且它不會燙 對 因為其實最耗電就是老一輩子 都說買日光燈 日光燈 那個其實最人要電 但它最便宜 LED它其實是最貴的 但它相對最省電 省電燈泡只是一個迷思 我們什麼東西只要灌上省電 或灌上什麼 用得漂亮 用得真的不一定漂亮 或者是 例如說小禎同款 只要穿上就會跟小禎一樣 也不會一樣 還有什麼 漂亮 寶貝 甜甜 那還好 好 然後就這樣 人生同樣 喂 對啊 然後例如說你看 我覺得最最實在的例子就是 嘉義彭于晏 沈玉琳 你看他長得 真的對啊 好可愛 南港劉德華 妳圖文不符 圖文不符 不能因為那個字 要被迷失了 我覺得不對 因為我之前去買電燈泡的時候 他們就有說 LED是比較省電的 會不會是那時候 LED燈泡在促銷 妳說它化氣 妳是否被化氣了嗎 但欣萍不這麼覺得 因為我在 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我有先看過就是 他們在搭棚的時候 然後他們LED一插下去 就是上面的燈一插下去 然後就 所以我才會覺得 蛤 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剛才裝音響 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為什麼LED燈一開 然後就大條電了 所以我覺得是LED的問題 好奇怪 Grens也是舉圈 也是去買燈泡的時候 上面會寫什麼 省電燈泡 對 然後就覺得有省電 對 就會買它這樣 是妳作用吧 是嗎 妳完全是用名字來 對啊 它名字就叫省電燈泡 難不成更耗電嗎 好 專家 超費電燈泡 超費電燈 歡迎妳來使用 最耗電燈泡 只剩最耗電燈泡 沒有道理了 到底是誰 好的 所以到底 省電燈泡有比LED燈泡省錢嗎 專家 謝謝 所以有LED還是省電 哪一個是省電燈泡 那個專家手上那個嗎 小甜甜是 圈圈的吧 省電的 圈圈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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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你怎麼了 這個不是通常是我們來看的 我覺得 你叫他倒到 你小聲音 倒到 這個叫省電燈泡 是這一個 螺旋形的叫省電燈泡 小甜甜手上的叫LED燈泡 當時LED還沒有出來 先出來的是這個 取代傳統的無視燈泡 所以就把它稱作叫省電燈泡 它的確比傳統無視燈泡省很多 但是LED燈泡出來之後 它還是叫省電燈泡 但是LED又更省熱 對,但是LED省很多 省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假設 這個亮度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看 一期電價就是兩個月嘛 六十、六十天 差多少 你看傳統的無視燈泡 差超多 這麼多 兩千零一十六 對 其實省電燈泡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降到了四百三十七塊 對 然後現在LED燈一百六十八 好扯哦 差好幾倍哦 好幾十倍 誰還會再用省電燈泡 有差到十倍 貴是 貴是 恭喜你 重點是在它的這個瓦數 瓦數 瓦數越高 當然它用電就會越多 差太多了啦 的確LED燈泡剛出來的時候 是貴很多 但是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就是我們要一直去鼓勵大家 去買LED燈泡 然後去降低這個瓦數 現在就是LED燈泡 它的耐用 它的壽命時間 是比較長 尤其是看它那個盒子包裝 就會發現它的那個使用壽命 就是好幾萬個小時 但是有很多人就說 其實好像常常在壞掉 對 就是他們還是會有一些瑕疵 或者是品質不良 對 造成的 但是我覺得 正在鼓勵大家要用瓦數 比較低的燈泡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這些廠商拿出良心 就是讓LED燈泡真的良率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我才能夠 我覺得我們才能夠 整個達到那個省電的目的 是 謝謝專家 沒想到 其實省電燈泡沒有不省電 只是它就是可能是 殺一騎的產品 對 然後當然產品就是越來越進步 所以現在大家多鼓勵大家用LED燈泡 十滴 十滴